我今天講的這個新的分享是針對前一陣子發生很大的那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跟這個其實不是跟建築產業有關係 這個是跟各行各業都有關係 因為現在是資料的時代 像我們說大數據 什麼有句話叫做資料為網 data is king 所以我們的資料都一直在被收集 我們自己也一直在收集很多資料 那你收集這麼多資料 你怎麼去做資料備份 資料備份 我是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做資料備份 你如果沒有做資料備份的話 今天你聽完我這個talk 你就應該要開始做資料備份了 而且你資料備份還不可以只做一份 而且不能放在同一個地方 我這個大概是30分鐘很短的心得分享 所以我也順便把它錄下來 晚一點剪接之後再放到youtube上面去做分享 好那我就開始來做這個talk 首先這個大綱 我先給大家看一些案例 小到碩士博士不能畢業 大到公司倒掉 這個案例所在都有 然後資料備份有一個很有名的 一句話叫資料備份321 什麼是資料備份321 第三個是成本的迷思 你資料備份你要付出多少的成本 這成本你怎麼去估算 那麼接下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哪些資料要備份 你不可能說全部的東西都備份起來嗎 因為太大了 所以什麼東西要備份 這個要跟大家講一下 資料備份的話就牽扯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儲存媒體 我們有哪些儲存媒體可以備份 很多人想到的是那個什麼光碟機啊 光碟片之類的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些其他 你沒有想過的媒體現在還在用 然後我們怎麼去擬定我們的備份原則 包括大家備份原則怎麼擬 那麼如果到了資料完蛋的話 這個資料救援的迷思跟成本 這個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接下來要討論一下 就是說儲存媒體的有效期間 你一個儲存媒體 你不是永久有效 我們講說燒光碟片好了 燒光碟片那個 以前號稱說可以放個10年20年了 但是有些光碟片的那個品質比較差 不到5年那個光碟片讀不出來 然後最後大概就是給大家一個結論 然後看看有沒有問題了 所以這大概就是這個talk的一個大綱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講 這一個一些案例 這一篇是最早的2009年 那2009年有一個博士生 跑去喝喜酒喝完資料 電腦被偷 東西又不見了 然後在新聞裡面還強調沒有備份 所以他的資料 他收集一年半的資料通通不見 那小偷偷那個東西 他可能也不曉得裡面的東西這麼重要 他可能就是想要偷個什麼東西拿去賣錢而已 結果這個就影響到他博士畢業 這是一個博士的案例 第二個是 一個小偷偷 偷碩士的電腦 這個文章還在網路上面還有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在台四大 他在台四大的教室 手機跟筆電被偷了 然後又找資料 不曉得找出來 不曉得找出來 這篇原文 2010年是幾年前的 所以他延避一年 那麼去年 去年有一個很誇張的一個案例 叫做 OVH雲端雞房失火 他這個叫OVH Cloud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大家上網去Google一下 OVH Cloud的file 就會看到很多圖片 這個其實稍蠻大 稍蠻旺的 那他這個機房 他這個機房 從外表看起來 也跟我一般想像的機房不太一樣 他看起來有點像是貨櫃屋 這個就是一個貨櫃屋 然後就直接這樣子做 做機房提供服務 那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跟我們想像的機房不一樣 其實我跟你講 你看這邊有雪 他們那邊的天氣很冷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做什麼空調 他直接把外面的冷風吹進來 再帶出就可以把廢熱排掉了 所以他們歐洲那邊很冷很適合做機房 那這新聞很大 這個新聞他一些 幾百個網站 這大家還可以看到 幾百個網站就直接 直接 直接垮掉 直接垮掉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事件 這是歐洲的 歐洲的一個治安事件 那麼台灣也曾經發生過 這個在2001年發生過的 戲子有一個大樓叫東科大樓 然後燒掉 這個有很多探討 第一個就是在建築領域方面的話 就是討論到說高樓層 撕火怎麼救 這個戲子東科大火 大家如果去Google一下 會看到很多個 從很多個面向來討論這個事件 當然是以我們資訊的角度來講的話 就是說 這個戲子東科大火 這件事情是造成很多公司直接倒掉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異地備源 這有一個很重要的名詞叫異地備源 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異地備源的這個概念 我們常講的備源就是說 我從主機裡面把資料call出來 call出來之後呢 還是放在同一間辦公室 他還是放在同一間辦公室 他沒有拿到某一個地方去藏起來 那這個東科大火發生之後 因為那個時候有在玩那個BBS 他說有很多人隔天去公司 公司就直接宣佈倒閉了 因為燒掉了 資料也不見了 那公司累積了大概幾年的研發成果 直接被火烤一烤不見了 全部不見了 就算電腦沒有燒掉也沒辦法用 因為噴水啊 噴那個消防機 那個電腦都全部壞掉 那他們的備份是放在同一個機房 所以一次就直接公司 直接倒閉 倒閉好多間 這個是戲子東科大火 這是台灣的事情 那麼最近最有名的當然就是 公司這件事啦 公司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扯的 因為做備份而言 理論上應該只有賭的權限 沒有寫入的權限 那怎麼會把應該讀出來的資料 你要Copy資料 比如說你要把稀草把資料 摳到隨身碟上面 你只需要讀就好了 你不用寫進去 那這個現在還在發生嘛 現在這件事還在現在進行事 所以他還要跟廠商求場 所以這件事還沒有落幕 我們之後再看看 這個東西以後有什麼影響 所以你的資料如果沒有備份的話 一旦出問題那就是找不回來 那個真的是很誇張 所以這邊就 最近這幾年就大家來提倡一個概念 叫做備份321 3的意思是說至少做三個備份 然後2的話是說儲存在兩個不同的媒體 我這邊講的媒體是說 比如說你用光碟片燒起來 光碟片有一個備份了 你可能另外再用外接硬碟來做儲存 這是兩個不同的媒體 那1的話是說至少一份放在異地 放在異地啊 所以如果說 因為我想我們的群組裡面 大部分都是建築師事務所 大概都是屬於中小企業 如果你家裡有一個地方 比如說你有一個書房之類的 你可以放你的存取的資料 不用怕人家來偷 不用怕人家來偷 不用怕資料外洩 那這邊我跟大家講一下成本 我一直 上課的時候我一直在講這句話 但是很多人一開始不願意付這個錢 可是你一旦出事了之後 你會發現 跟資料本身的重要性比起來 硬碟的成本可以視為0 這句話是有所本的 你像東科大火那個公司 那個公司的研發資料 五六年七八年了 他搞不好只要一顆硬碟就可以copy下來 一顆硬碟啦 因為那個研發的資料不會很多 不會幾千G幾萬G 沒那麼多 他搞不好只有幾百MB而已 假設是寫程式的 那只要一顆硬碟就可以被分起來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說跟他燒掉那些資料的重要性比起來 那顆硬碟的成本可以視為是0 所以在做備份的時候 我會建議就是說大家 盡量不要考慮到硬碟的成本 因為你現在斤斤計較硬碟的成本 到最後去撈資料回來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外面救援網站 外面救援網站在撈資料回來 他的那個成本就貴死了 他那個錢就收得更貴了 那我們來講一下 哪些資料要備份 真正值得備份的資料 容量不會太高 所以這邊講一個80-20定理 就是說硬碟裡面 現在硬碟越做越大 但是裡面百分之80%都是裝垃圾 不然大家想一下 你硬碟裡面百分之80% 是不是在裝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這裡面值得備份 搞不好只有20%以下 這80-20定理 所以那個 我們 在看一些社團 就是講到硬碟的容量 又再度突破了 其實大家把自己硬碟塞滿 都是塞一些不重要的資料 只有20%的資料 值得來做備份 那麼這邊還要講一句話就是說 網路上你找得到的資料 就沒有備份的價值 比如說很多人喜歡去網路上 下載一些段七八糟的東西 那這東西其實網路上抓得到 你根本不需要再去另外去把它備份起來 那值得備份的東西是什麼 自己的原創資料 因為你的原創資料 不大有可能會去丟在網路上面 所以這個原創資料就一定要做備份 那這個原創資料老實說 不會很多啦 容量不會很大 像現在隨身硬碟最大的2.5吋的 現在一顆隨身硬碟已經到4TB了 4T了 4T很夠了 我當老師 當快20年了 那些上課的資料 包括我最近這幾年教學影片的原始的檔案 都沒辦法把這顆4T的硬碟塞滿 我還是錄影的 所以你自己的原創資料要備份 其實不用很大的容量 一顆隨身硬碟就可以扣起來了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儲存媒體 儲存媒體的話 比較常看到有隨身碟或隨身硬碟 那隨身碟的話 隨身碟就小小一隻的那一種 那一種是所謂的固態硬碟 它跟隨身硬碟不一樣 我現在講的硬碟是會轉 裡面有馬達有碟片會轉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那隨身碟或隨身硬碟的話 它大概有使用連線的限制 現在商用的 一些商用的硬碟是3到5年保 可是我跟各位講 這是一個數字的迷思 什麼叫3到5年保 3到5年保是說 3年到5年 假設你是3年保的話 3年之內硬碟壞掉 廠商拿一顆 看用品或者是新品跟你換回來而已 它可沒有保證說你的資料在裡面永遠不會壞 它是保證那個硬碟 不保證你的資料 所以很多人買了3年保或5年保 他就想說我這個資料可以放3到5年 不對這個心態是不對的 你即使這一個資料是3年保或5年保的硬碟 你還是要把資料多做幾個備份 因為廠商只是跟你換那個壞掉的硬碟 比如說5年內 這顆硬碟壞掉了 我就拿另外一顆硬碟跟你換 我可沒有說我裡面的資料我還給你 所以這個是一個迷思 這個也是一個迷思 那另外一個是之前早期 大家比較常用 現在幾乎都沒有人在用了啦 光碟啦 光碟片啦 光碟片容量一直不是很大 一開始是CD嘛 CD就650MB 那到後來DVD出來了 單程的DVD是4G 雙程的是8G喔 你8G的光碟片 老實說要存資料 現在大家都看不上眼了 現在隨隨便便一支 一兩百塊的隨身碟到三十幾G 但是儘管如此 我認為光碟還是一個值得做備份的儲存媒介 為什麼呢 我解釋給你聽 光碟片你燒進去之後 它就永遠不會被洗掉 當然光碟片本身壞掉啦 那個另外講 也就是說你光碟片 你只要燒入到裡面 你都完全不用擔心這種木馬 或者是勒索病毒 因為光碟片寫進去之後就變圍毒了 它的資料就永遠不會被改 所以光碟片雖然容量不是很大 你現在雙程的DVD才8G 然後現在有一些比較高 高規格的那種 但是那種比較難買 現在比較好買的 大概還是DVD 我還是覺得光碟片適合拿來做一些資料的備份 但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容量小 而且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大家的電腦 筆電現在大概都沒有光碟機了 一般做機的話也沒有光碟機 所以它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現在就算要去找機器來讀光碟片 也要花一點時間另外再來裝 那第三個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就是說 磁帶 磁帶這種儲存媒介其實還是有人在用 那磁帶現在做到容量其實都做蠻大的 但它的缺點是它的讀取速度慢 它就是像以前那個錄音帶一樣慢慢滾 所以它讀取速度慢 但磁帶這個東西還沒有被資訊市場淘汰 它還在 那接下來是NAS NAS其實就是自己架的 我們可以把它講像成是一個私有雲 我去買一個小的主機裡面有四顆硬碟 或者是四顆到八顆 或最大到二三十顆這一種 去自己兜磁碟陣列來儲存資料 那這就是自己的私有雲 這個東西主要是要小心說木馬跟熱搜病毒 有很多案例就是說 NAS中毒了 資料全部被綁架 你好不容易備份出來的資料被人家鎖起來 你就要付贖金 那最後一個是公有雲 公有雲就包括像Google 然後ASUS 有一些商業廠商 Amazon這些東西 他們的公有雲 那公有雲的話 你把資料丟上去其實主要是要 因為我們要備份的資料其實就是自己私有的財產 你要小心資料外洩 所以假設資料要備份到公有雲的話 最好是 比如說你是 你備份在自己家裡的電腦 你都不用壓縮檔壓起來 不做壓縮檔不做加密 那假設你要東西要放到公有雲的話 你可以用RAR壓起來 然後用密碼把它鎖碼 這樣子就算有人偷走你的RAR檔 它也解不開 這樣子多一層保護 就上個鎖 那我們來講備份的原則 備份的原則有很多個原則 但這個都跟錢有關 我們來講 首先是講單一備份 就是說你今天假設有一個隨身硬碟 4T 那你固定呢 比如說 每個禮拜六晚上 就把你硬碟裡面的資料 倒到那個硬碟上面去 每個禮拜固定做一次 備份一次 那它的優點就是成本最低 因為就只有一個隨身硬碟嘛 那缺點是 假設你的資料壞掉 然後這一個備份也不見的話 就找不回資料 因為這備份的資料量太少 那第二種方式是用一個硬碟櫃 去做一週備份 你可能下個備份的指令 每天晚上固定11點 11點應該沒有人在用電腦 11點開始把資料備份起來 那它備份的日期就是Monday到Sunday 123456日 那下個禮拜一呢 做的備份 再把上個禮拜一的備份檔蓋過去 這種備份的優點是說 我有7個備份 那資料有壞掉的話 可以救回一週內的進度 假設我發現資料壞掉了 我今天上班發現資料怪怪的 我可以去裡面撈一個禮拜之內的進度 那它的缺點是說 它的成本比較高一點 比前面那個高了啦 那備份也比較麻煩 因為你本來是一個禮拜做一次備份而已 那現在變成是每天晚上都做備份 這個是一週備份的方式 那下一個是一週備份的加強版 是一月備份 每天做一次備份 一個月才複寫掉一次的備份檔 那這個的優點就是說 我在備份資料的話 我可以撈一整個月的進度 一個月的進度可以撈 我31天 30天31天我可以去慢慢撈回來 那缺點就是說 你要儲存這麼多資料 你的成本就會真的比較高了 那備份的流程也比較繁瑣 那最後一個是我比較推薦的啦 這個是結合上面的優點跟缺點 就是說每週備份 一個月備份四次 比如說六日非上班日 固定備份 一個月備份四次 這樣子的話 你一個月只要留四個備份檔就好 所以它的成本比較低 那六日非上班日去做固定備份 也不佔工作時間 那缺點的話就是說 你這一次備份到你發現錯誤的話 你可能只能撈到上個禮拜的 上個禮拜的資料 還在你的備份硬碟裡面嘛 所以當你的資料損毀的時候 最多啦 是一個禮拜的工作進度會不見 一個禮拜啦 就是說你可能上個禮拜的資料 因為就不見了嘛 就被人家 入侵啊 木馬啊 勒索啊 被綁走了 這個禮拜的進度就不要了 但是這個禮拜之前的 我還在硬碟裡面 還可以繞得回來 所以最後一個每週備份這個 我是推薦各位去做使用 一個月就備份四次就好 這樣也不用太多的成本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來談一個東西 叫做資料救援的迷思跟成本 這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是隨便去網路上面找的 這個也不是 這個也不是只有這一間 你們可能沒有去看過那個 網路資料的那個費用 首先是那個 那個 檢測費用 檢測費用 然後還有 還有那個 那個 舊的 你的硬碟的 那個壞掉 你看喔 輕度損壞就三千到七千了 七千塊你已經可以買多大容量的硬碟了 中度的話是七千到一萬四 重度的話到兩萬 然後那個資料 資料中勒索病毒的話也是 然後 還要看你的容量 你1.5T的硬碟 救援是一萬到兩萬五 有沒有發現 你 你拖到這邊 要去做資料救援的時候 那個成本啊 你要救這個東西的成本 都已經比那個什麼 都已經比你去買新的硬碟 貴很多很多 你看 你想想看你五萬塊 你知道五萬塊可以買多大的硬碟了嗎 五萬塊可以買一個很大容量的NAS 所以在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個 在資料前面 硬碟的成本要四為零 因為你如果到走到這一步 走到這一步 可能大家都沒看過這東西 你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你的成本不但會很貴 而且我們要來討論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要討論一個迷思 你去找人家做這個救援 資料能不能救的回來 我跟各位講 不行 我們來看一下硬碟的結構 如果拆開硬碟的結構 是這樣子 一個硬碟 兩個硬碟 三個 不是硬碟啦 一顆硬碟裡面 它可能會有幾個碟片 三片 四片 五片 至少是兩片 那這個碟片有讀取頭 硬碟的物理結構是這樣子 那隨身碟那個 固態硬碟跟這個不一樣 固態硬碟就是一連串的記憶體 但是它的儲存方式大同小異 什麼意思呢 你古時候去聽那個錄音帶 錄音帶是第一首歌 放完 放第二首歌 放第三首歌 放第四首歌 所以你的資料是連續的 但是你今天你的一個圖檔 放到硬碟上面來 你可能前面10Mb放在這裡 黃色的地方 後面10Mb放在紅色的地方 再接下來 放在這裡 接下來放在這裡 它是放在不同的硬碟的 不同的軌道上面 那今天假設你的資料 不要大20Mb就好了 20Mb它前面5Mb撈出來 後面5Mb撈出來 中間10Mb在這裡撈不出來了 你只有把前面5Mb跟後面5Mb撈回來 中間的10Mb在這裡 蒸發掉了 撈不回來 我跟你講 你這個資料從硬碟上面撈出來 不表示還可以讀啊 尤其是這個要牽扯到剛剛 我們提到的 我們的資料格式都是商卵的格式 那個都是沒有公開的格式 你根本也沒辦法去 逆向去把它解析回來 所以這有一個迷思 很多人想說 我硬碟壞掉 我去 這個資料對我來講太重要了 我花點錢 我去找人救援 我可以把資料救回來 我跟大家講 你壞掉的資料 你從硬碟去撈 不代表可以讀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硬碟上面的資料 是非線性排列 這就是我說的非線性排列 它是閃開來放的 所以 你在硬碟沒有壞掉之前 你在今天 今天你聽完我的話 下午趕快跑去買一顆硬碟來做備份 因為你現在做 硬碟備份最簡單 你用複製貼上 能夠用複製貼上來儲存資料的情況 就不要拖到最後去做救援 這個是我今天要跟你講的 待會上完課 大家吃完飯 趕快去買硬碟 趕快買硬碟 買一買來儲存你的資料 不要到不見了 你不見了 你去找這盒子都沒有用 除非去找小叮噹 它有時光機 所以這個是硬碟 救援的迷思跟成本 它成本很貴 幾萬塊幾萬塊再撒 但是 救不回來 救回來也是殘缺不全的 好 那這邊就是儲存媒介的有效期 硬碟 剛剛跟各位講的3到5年 那商用硬碟有5年保 但是我剛剛講過了 幾年保幾年保 這只是保證硬碟是好的 在那之前硬碟壞掉 它換你一個硬碟 它不會保證裡面資料的正確性 那麼隨身碟號稱 它有讀取次數的限次 通常是上萬次 這個看你用的科技是什麼 然後光碟片 這個我特別講一下 我剛剛一直推薦用光碟片 因為光碟片資料存進去 就不會被洗掉了 可是光碟片它比較怕什麼 因為它光碟片它的那個塗層 怕曬太陽 你光碟片你拍完之後 你不要把它倒著放 然後曬到太陽 曬一下子 那個表面塗層馬上就不見了 你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去你家找以前的燒路片 不要的喔 不要找那個要的 你那個燒路片上面可能有綠色 藍色那種燒路的那種塗層 你把它倒過來拿去曬太陽 再過今天可能台北下雨吧 今天南部只有一點點太陽而已 你一早突出太陽的時候 拿去曬 曬個兩天 那個顏色全部蒸發掉 你光碟片燒路的東西都不見了 所以光碟片這種東西 燒完之後就放在你的那個光碟儲存的 儲存的袋子裡面 不要不要拿出來曬太陽 那號稱可以放超過10年 號稱 我說號稱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實驗室數據喔 他用一些測試來測試說這個資料可以存多少 那這個東西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比如說 隔個一兩年拿出來讀讀看看資料能不能讀得出來 如果他已經讀資料已經有點鈍鈍的 有的時候讀得出來 有的時候讀不出來就趕快再做一次備份 這是光碟片 那第四個是磁帶 磁帶的話 它的融 因為磁帶我很少在用 磁帶我現在沒有在用 磁帶它的有效期間 我這個打個問號 這個要看各家廠商的那個 各家廠商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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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格啦 那磁帶它的弱點是什麼 磁帶就跟那個錄音帶一樣 它上面是用磁粉在存資料的 所以他怕什麼 他怕磁性物質 你不要在旁邊放磁鐵 那磁帶的另外一個弱點是 它會發霉 所以要保存磁帶的話 不可以像我們那個隨身碟啦 那個光碟片隨便亂丟就好了 磁帶的話 我會建議用那個 用我們現在有那種 那種 那種恆溫的齁 恆溫恆濕的那種保存箱 把它放起來 因為磁帶跟以前 以前用的那個軟碟片一樣 它會發霉 發霉的話 這個就找不回來 那最後一個是公有雲齁 公有雲這東西是這樣子啦齁 繳錢就可以持續使用 但是你在使用公有雲儲存你的資料之前 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去看看它的使用方式 有沒有一條叫免責條款 很多會藏一條免責條款 就是說資料不見或者是外洩 它不負責 如果它有這個免責條款 你自己在用的時候 你要負這個責任 它有點類似像停車場啦 你去停車場停車 停車都有一個免責條款 壞掉啦或是怎麼樣齁 被人家偷啊 被人家偷不曉得 能不能叫停車場賠 但是如果說在停車場 被人家敲破玻璃 那個那個偷東西齁 很多停車場都有這個免責條款 他說停車場我只是給你停車而已 所以我收的錢是停車費 我沒有保證你車子放在這邊 不會被人家破壞 你要看有沒有那個免責條款 所以我這邊很快的做一個結論齁 結論就是說齁 狡兔三窟啊 你的資料至少要放三四個地方 放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啦 反正資料不見就去亂撈撈回來 那第二個其實也很重要 就是預防重餘治療 你今天找個時間把你的重要的資料 要call到另外一顆硬碟 你哪怕你把它放在辦公室 鎖在抽屜裡面 這個 要救回來都比你原本的那顆硬碟壞掉 去找別人齁 去找那個資料救援廠商去救齁 還好來得簡單 而且資料完成性更高 因為現在硬碟很大 現在硬碟都是幾梯幾梯的 那個資料多難救 而且不見得救得回來 所以我的結論是這樣齁 狡兔三窟 預防重餘治療 那我大概講一下我個人備份的東西 我寫書 我一些東西齁 我的資料大概都放三個地方 但大本營是我辦公室的電腦 我辦公室電腦就是我的私有雲 然後接下來是我的筆電 還有一個外接硬碟 那這裡面存放我的東西的不會很多 我自己原創的資料 如果不考慮教學影片的話 小於200G 所以你看很小 我做了二十幾年 我寫了好多本書 才不到200G的資料 要備份而已 其他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我的教學影片是這樣子 我錄一錄 編輯完之後 我就把它丟到YouTube 反正那個東西是 要給大家看的 我丟到YouTube之後 原本那些影片就算不見也沒關係了 那個是一個學期上課的教學影片 有很多 很多一些比較 鬆散的東西 教學生練習什麼之類的 那些東西 不留也沒關係 所以那個教學影片 有些我就沒有備份了 我把我的教學影片丟到YouTube 那些我就不備份 所以這兩個結論 這個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 沒有了 QA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問題可以討論一下